我们上次有做过一次玻璃杯 各位应该还记得 这个玻璃杯我们上次大概就做到这个样子就没了 桌子也没有贴材质 玻璃杯本身也没有玻璃的感觉 这次我们就来先重做一次玻璃杯 然后我们再来贴材质 所以呢我先直接切到blender里面 我们重新做一次玻璃杯 然后再来贴材质 其实你可以把旧的模型拿出来 但是我觉得不如重做一次比较当练习 那我把它拉高一点 我选那个proportional 这样比较平 稍微小一点 先按一下 照不到 下面一点 这样照得到 那我进编辑模式 按A全取消 然后呢最好最好切一下视窗 那这边呢用相机视角去看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OK这里是我们的玻璃杯 那我稍微点选一下 它的下面这一面 点选下面这个面 那选取面模式之后呢 我就按1去挤出来 然后呢缩小 再小一点 好 好 那再让它的杯角出来 OK 再放 再延伸出一小段 再放大 再放大 再延伸出一小段 当杯底 OK 好 这样子玻璃杯的基础形状应该OK了 那这边我还是回到相机视角 好 OK 那这是玻璃杯的基础形状 接下来呢 我们把 它的 它的顶面给拆了 按X 把它的face给拆了 然后 再来的话呢 是add modify 加入subdivation surface 这一个modify 然后呢 让它平滑一些 那另外呢 那我们可以选T 按Smooth 这时候要回到物件模式 选Smooth OK 好 这样就平滑了 按一下F12 你可以看到这个玻璃杯的样子 那 这里会有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材质 我先不管那个桌子 桌子先不理它 稍微调整一下大小 让我们刚好看到 反正 我们不是很在意那个大小 好 那玻璃杯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做的就是材质 那这个玻璃的材质不容易做 就是你要做玻璃的材质的时候 要调一些很奇特的属性 那也不算奇特啦 只是可能不只是颜色而已 颜色是调不出玻璃的样子 所以呢 我们要第一个要先做这个 选择这个material这边把 这里的transparency打勾 这叫透明 我们要把透明打勾 打完勾之后呢 OK 我们还去设这个 flash nail 那flash nail就是绕色度 然后把它设成5.0 好 好 好 flash nail 请 好 这里 flash nail是这一个 你知道 好 绕色度 色5.0 然后呢 它会觉得很怪 因为你这样的玻璃杯 怎么好像那个泡沫一样 那 所以呢 它第一个 没有厚度 没有厚度 各位还记得吗 我们用那个 modifier的solidifier solidifier可以让它呢 变固体 有厚度 之前我们做墙壁的时候 有用过这个功能 好 那做调整厚度之后呢 厚度 比如说我用0.05 大概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发现 有了厚度之后 玻璃杯竟然是黑的 那黑的怎么办呢 就是 就是你要去 设transparency的depth 这代表说 那个透明的反射 反射次数 那 就会发现说 OK 它不会那么黑了 那不会那么黑 看起来 是有点玻璃的感觉 但是太透明了 这好像那个 就是你麦当劳的玻璃 然后擦得 很干净很干净 人家看不见 就撞到头的那种感觉 好 所以呢 你要去 设一下 第一个设它的specular 就是光泽 硬度 变成400 你会发现 它有那种反光感出来 像这个边缘 上面的这个是 是比较 那个反光感不好 那光泽度 在这里 我们调一下 硬度和光泽度 会好一点 那透明度还是太好了 所以呢 把Mirror的reflectivity 就是反射度 Mirror这边的reflectivity 调整 变成像0.2 这样子 那它的那个反射度 就会好一点 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点阴影的感觉 不会像刚刚那么干净 好 那这样子就是玻璃杯了 那当然这个底 我觉得 还是做得不是很好 感觉黑黑的 那如果你有办法 调得更好 你可以试试看 那我只能调到这样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这玻璃杯 刚刚我们看到它的材质 材质这边呢 我们有看到说 OK 第一个我们要 要设的是那个 Transparency 这一个要先打勾 那Z Transparency 这没错 但是呢 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其实没有改变 那我先稍微调整一下环境光 这样子才不会因为光线的关系 而看不清楚 好 这样子 OK 这一个是 是我们的玻璃杯 好 那我调整它的Transparency 已经打勾了 接下来Flashnail 色很高 5.00算是很高的绕色度 只有玻璃才有这种绕色度 或钻石 好 你可以看到 OK 这个绕色度已经变成这样了 但是 有一个怪怪的地方 就是你没有地板 看起来就是 总觉得很怪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地板给加上去 好 加个Plan 好 这样 这个地板没有加好 好 我们选到顶 顶四角去 这个地板根本没 没加到这里来 好 OK 这个地板有加了 所以地板这边 你可以看到 它因为阴影的关系 所以造成有点黑黑的 那现在呢 再回到 回到原来的模式 正式角 好 这个玻璃杯 OK 放在地板上也OK了 但是呢 我们的地板没有材质 你可以帮地板稍微加一下 比如说你想要的颜色 地板 地板 假设是这个好了 好 好 那这样地板有颜色了 那接下来呢 玻璃杯 回到玻璃杯 它的材质 我们刚刚已经设了绕色度 绕色度5.0 所以它的绕色度应该很不错了 但是问题是 还是不够好 第一个 我们没有厚度 没有厚度的玻璃杯 感觉这个就是 就是太透明 而且这里没有杯圆 没有杯圆 那我们就来做一下杯圆 所以要做杯圆呢 我们选这个玻璃杯之后呢 刚刚我已经做了 modifier的这个subserv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 这个不用急着把它弄上去 应该没什么关系 我们再加一个modifier 再加一个modifier是solidifier 这样子会变成固态 你可以看到 它的杯子感觉比较厚度 至少上面的这一个有出来 上面这个有出来 那如果你觉得0.1太薄了 你可以弄厚一点 比如说0.5 那按F12 这个杯子感觉就有点太厚了一点点 不过那就0.3好了 好 这样 这样 假设就这样 那这样子杯子有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光线还是怪怪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光线 到顶视角去 按shift D 做一下光线 这样你可以看到这个玻璃杯 OK 好 那我们因为三个灯 所以有三个阴影 好 那这时候呢 这个玻璃杯大致上看起来还OK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缺陷就是太透明了 太透明了怎么办呢 我们这边前面有做那个 OK 我Transparancy的Depth可以调成3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已经不黑了 所以其实调不调应该没关系 再Transparancy Transparancy的Depth Depth可以调成3 这个Depth调成3 看一下 OK 这是调成3的结果 就是它的那个反射层次会比较高 那其实好像有调没调没差多少 再来的话呢 把Specular的Hardness 也调成400 这边 Specular Specular里面的Hardness 硬度调成400 所以我们看一下 Specular 这里 它的Hardness 目前是50 硬度比较低 玻璃应该是很硬的 所以调高一点 好 现在再调高一点 那有些很差异很微小 其实这是材质工程师的这个眼力要很好 那我们眼力没有那么好 所以起来还是怪怪的 好 那接下来呢 透明度太好了 所以我们设Mirror的Reflectivity Mirror的Reflectivity 在这里 Mirror 这个是Mirror 打勾 先打勾 然后Reflectivity 这边设多少呢 0.2 我们就把它设成0.2 好 再按一次F12 好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它的那个玻璃杯不那么透明了 它有一点点那种玻璃厚度所造成的阴影那种感觉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玻璃杯 好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自己重做一次玻璃杯 然后把材质给调出来 好 那如果不清楚的话呢 在我们这里有一个玻璃材质杯子 你可以把这个投影片下载回去对照操作一下 就大概会比较清楚 好 那这是我们的玻璃杯的示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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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